可是你会发现一天结尾下来是怎样呢 你发现呢通常是对孩子 非常的河东湿吼 然后家里面是一片鸡飞狗跳 那么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呢 我敢保证今天节目会帮助到你 Soforn Media 大家好欢迎来到银货有约我是悠悠 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是 疫情期间孩子在家的教育问题 我知道呢因为疫情的关系 很多家庭被迫启动了 Homeschool就是在家教育的模式 可是呢很多家庭都在家的教育 都焦头烂额 为什么呢因为一方面担心孩子 在家会太多的和别人分离 会有心理的误独啊等等的问题 又担心孩子外出社交呢会感染病毒 还有呢比如说担心孩子不能专心上网课 可是你又不想随时随地的 在孩子旁边进行监督 或者放个摄像头来监控孩子 还有等等很多的问题 我们今天的嘉宾他讲的这些的理念 还有这些的方法 已经实时积极地帮助到我自己 还有我身边的很多的朋友 那么我们今天请的嘉宾也很特别 他是一位非常非常难得 我们可以请到的教育专家 他呢有自己和他女儿 两代哈佛人的这个哈佛University的 这个教育方面的这样的一个成就 那么他自己呢育有四个孩子 而且都是home school 还有呢他有三十多年的教育方面的一线经验 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开心请到黄辰宇文老师 我们亲切地称他叫宇文老师 宇文老师你好 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想问你的就是说 很多家庭都担心独处和社交的这样的一个难题 那么又担心孩子外出会感染病毒 又担心孩子长期宅在家呢 心里都会出现各种问题 家长自己其实也是面临同样的问题 不知道在这一点上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和我们分享 过去我们的生活都是有跟外界有很多的活动 那么刚开始以为可能就是一两个月 然后变成三四个月 现在好像无限期大家就开始焦虑 就是如果长期这样下去怎么办 那我想其实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能是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头 我们慢慢学习了 就是我们很多的重心 我们的生活重心很多时候是放在外面 是放在自己家里的身上 所以有的时候我想可能首先是先调整你的心态 就是或许这一段时间 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恩典 让我们有时间被迫 有时候我们就是 你就这么想吧 有时候我们生病 是不是被迫要休息 其实你的身体早就需要休息 只是你一直想要去做一些你想做的事情 但因为生病的原因 你不得已只好待在家里头 我想其实就从整个社会来说 我们的家已经病很久 我们的孩子已经很久没有被我们关注 我们也会想过 要使用 要利用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 把心再放到家里 那么因为我们不能外出 因为我们其实也不是不能外出 应该是说不能跟很多人在一块 对吗 那么这就让我们去思考 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重新来认识我的家里 我是不是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 已经不知道我的孩子需要什么 我已经不认识他们想要什么 我甚至于对于自己的孩子的 他的我们说第一个最现实的是 他在学些什么东西 其实今天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想问各位家长 你会知道你的孩子在学校学习 那么既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我们要掌握住这个机会 因为这个机会也许不会很长 当有一天你很珍惜跟孩子 有这样每天相处的时间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要把孩子放回去 可能还会舍我 所以我们人都是一个惯性的动物 我们习惯的事情 我们以为就应该是这样 其实如果大家去思考一下的话 我们所谓我们已经习惯的这种教育模式 其实还不到200亿的历史 因为工业革命 我们才有了学校的需要 家长才纷纷把孩子放到学校里去 所以我们适应 让别人来替我们照顾孩子之后 我们慢慢放手 放到后来孩子是谁都搞不清楚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可以讲说 今天我们很多的家庭 到孩子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有很大的沟通的问题 其实是因为你放手太久 你更不认识自己的孩子 忽然放了十几年 这个时候你想要跟他谈心 你给他慢慢长大 你想要给他一个定位未来的方向的时候 忽然你发现沟通不了 而且孩子完全不听你 这时候你才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到了青春期就应该是叛逆 其实忽然 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 忽然要再把他拉回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拉不回来 所以我想第一个是建议大家 珍惜你这段跟孩子相处的事情 还有讲到独处跟社交 不是因为疫情你就完全不跟任何人有活动 我们可以还是跟某一些家庭 如果我们彼此都认识得很清楚 就像自己亲戚一家人一样的 我想我们每个人身边都有两三个这样子的家庭 那么我们可以一起约到一些郊外 那么一些让孩子去接触大自然 我们可以安排一些活动 仍然有一些固定的跟一些好友相聚的时间 当然你会想到这些家庭可能跟你应该都是价值观也相近的家庭 我们可能对于防疫的措施也会是一样的 所以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好像回到我们的古时候 就是这个相亲 近邻 然后大家彼此帮助这种小村子的这种生活 不是像现在的大世界 但是同时因为我们网络科技的关系 当然还是可以透过科技 像我们现在在Zoom上面这样子 可以跨国际的 跨城市的 无强的这种联系 还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家长怎么样的去规划 我们与外界互动的时间跟机会 而不是因为疫情 我们就杜绝了跟外界的来源 那么这一点 我觉得家长要用智慧的去安排 跟自己教育里面价值观相近的家庭 同时有一个互动的时间 那么要打掉我们过去的一些女士 为要好多好多的朋友 我们要到什么样的环境里头 这个好像很多家长认为 到小学校就好像觉得少了什么 什么机会 都要到那种名校大学校 才可以跟更多的人 这个有碰撞的机会 但实际上我们去思考一下 你自己的好朋友有几个 几十个还是十个以内 还是五个以内 我们其实不需要太多的好朋友 对吗 真正谈得来的 真正能够理解你的朋友 价值观一样的 那是最重要的 无群狗党一大票 对我们来讲 并不是什么好处 所以我想说家长 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社交的需要是什么 那么因为你在家里面 你会发现孩子学会相处 不是指的他同辈人的相处 他要学会跟他的 比他大的 比他小的 跟他的父母 跟长辈 跟年龄比他幼小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对孩子 最好的社交的训练 而不是他只会 跟他同辈的人讲一样的 这个是对孩子 整个人 全人发展 在未来进入社会 都是一个最好的装备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从正面的 去看待疫情这个事情 所以非常感谢宜文老师 今天给我们回答了两大难题 我知道大家都一由未尽 但是我们会在接下来的 两期节目当中 和大家有更多的分享 谢谢宜文老师 订阅电视频 感谢观看